这个纪录片让人瑟瑟发抖 我仿佛看到了30年后的自己 有网友看了表示 80后90后的晚年生活 会不会也这般凄凉 日本的很多老人 有着2000万日元的存款 却濒临破产 平时别说大鱼大肉 连青菜都舍不得吃 一碗米饭 小心翼翼的对上几颗纳豆 就是每天的伙食 为什么年轻时拼命工作 老后还会破产 在日本 有1000多万人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 占总人口的10% 本来奋斗了一辈子 正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 但是现实却非常残酷 他们普遍都上有老下有小 父母那一代越来越长寿 需要花钱护理 子女那一代 刚刚好赶上日本经济不景气 工作收入不稳定 需要生活上的帮衬 如此一来 他们自己就成了左右为难的夹心饼干 只能靠养老金苦苦维持 这位老人名叫青山正思 今年68岁 当年他退休的时候 共积攒了2000万日元的存款 相当于100万人民币 而且退休后 每月还有8万日元的养老金 本以为辛苦了一辈子 老了能享受享受 没想到晚年生活更凄凉 青山的妻子早早去世 如今 她和91岁的母亲一起生活 母亲年轻时没有买养老保险 结果现在没有养老金 生活上全靠青山赡养 过去五年 光是护理费 青山就花了400万日元的积蓄 每个月的日常花销是15万日元 青山的养老金根本不够用 每个月还得亏空7万日元 按照这个消耗速度 如果他本人再生病的话 2000万日元存款 很快就会花完 青山本想出去打打零工补贴家用 但母亲又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 她不在家的时候 老太太经常出门溜达 找不到回家的路 害怕母亲出事 青山只能留在家中 寸步不离地照顾 为了节省开支 她把每天的生活费 控制在600日元以内 冰箱里只有稀稀拉拉的便宜菜 每天的伙食不是面包就是米饭 有时候青山会忍痛花个几百日元 为母亲改善一下伙食 买些虾米纳豆之类的小菜 但一盒纳豆也得分成好几顿 虽然生活艰苦 青山还是很孝顺母亲 她说母亲年轻时 通过打零工把自己养大 现在照顾她是应该的 只是提及未来的日子 她还是有些迷茫和悲观 直言在存款用完之后 可能会自杀 像青山这样 有两千万存款的都能想到自杀 那其他存款不多的 生活就更难了 新春吉美和老婆惠子 今年都是67岁 两人每月的退休金 加起来有22万日元 但是家里有六个人要照顾 巨大的开销 让他们入不敷出 89岁的老母亲 患有老年痴呆和心脏病 每天要服用11种药 医药费和护理费 都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36岁的儿子在媳妇去世后 也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家里 父子三人一起啃老 因为经济不景气 他找不到工作 只能偶尔去做做茶花的零工 大部分时候都没有收入 六个人六张嘴 两个孙子又是长身体的年龄 一个比一个能吃 每个月光伙食费 就达到了15万日元 此外两口子虽然快70岁了 但是房贷还没有还完 每个月进10万的房贷 加上各种生活开支 一个月就要亏空25万日元 为了补贴家用 新春只能出去打工挣钱 他在一家殡仪馆做服务员 每月工资15万日元 但剩下还有10万的亏空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填 这样下去不出两年 两口子存下的200万积蓄 就会花光 年轻的时候 新春夫妇属于当时 日本典型的中产家庭 很多家庭还在吃喝发愁的时候 他们家就买了一辆小汽车 一到休息日 全家都会出门游玩 转折点出现在他们40岁那年 日本经济陷入低谷 新春被公司辞退 从此就没了正式工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 新春工作的时候 常常感到体力不支 说不成哪一天 就干不下去了 到时候这个家 也就彻底没了收入 对此 新春只能苦涩地笑笑 老婆惠子 本来有10年的记账习惯 但是现在已经放弃了 她已经不敢看每月的支出 约此来逃避现实 儿子对于肯老爷很愧疚 但是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下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改变命运 很多老人和新春一样 紧紧依靠养老金无法维持生活 在退休后还要接着工作 69岁的河口晃是几个人里最惨的 她连一分存款都没有 但是年轻的时候 她却是混得最好的一个 当时正是上世纪80年代 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候 河口从偏远农村来到东京打拼 时代的眷顾 加上自身的努力 她从一名普通的运货司机 一路晋升为公司领导 一年的收入高达1000万日元 那时的她正值人生巅峰 自然是春风得意 花钱大手大脚 但人生总是变换无常 受到日本经济环境的波及 河口在40多岁的时候 被公司无情辞退 同时婚姻也遭遇了变故 妻子和她离了婚 因为她常年忙于工作 疏忽了家人 从高峰一下子跌到低谷 她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现在河口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 她的养老金每个月有14万日元 其实不算低 但是她的身体不好 得了高血压 加上年轻时没卖房子 现在还得租房住 一个月各种生活开支 达到14.9万 完全入不敷出 都说养儿防老 河口的儿子如今39岁 但是也失业在家 她连自身都难保 更别提照顾父亲了 河口的母亲健康长寿 97岁了 气色还很好 如今住在横滨的一个养老院 她每个月会去看望一次 每次会花600日元 买些母亲喜欢喝的梅子饮料 河口很想多来几次 但是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 每次5000日元的路费 对她来说 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对于现在的生活 河口无奈地表示 对于家人 河口感到非常愧疚 她认为自己应该妥善地 照顾好母亲和孩子 但现在却反过来 让他们担心 65岁那年 河口找到了新的工作 在一个医院当驾驶员 实行1000日元 可因为年龄问题 一年以后合同就到期了 到时候河口也不知道 何去何从 在时代的大环境下 这一代人一生的努力 都渐渐化为虚无 经济衰退 中年失业 昂贵的医疗 长寿的父母 还有啃老的孩子 这些难题 像一座座大山 压在他们身上 关键是 他们自己也白发苍苍 疾病缠身 不再像年轻时 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奋斗 成年人的世界 从来没有容易而自 有网友说 在这个片子里 仿佛看到了 8090后的未来 我们这一代 有很多是独生子女 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以后的生活压力 一定小不了 我们所能做的 或许是未雨绸缪 趁着年轻 为以后的生活 多做一些打算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镜和大家 一起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